制作炸香蕉的原料有 泡打粉5克 砂糖25克 牛奶40克 鸡蛋1个 香蕉3根 低筋面粉50克 淀粉50克 生鸡是粉 要提前准备好一锅油 这个油的温度呢 说准确一点要烧到180 180度六层油温 其实我们炸的时候呢 这个温度点在180和19之间 比较合适 对 接下来呢 我先把这个炸香蕉的面糊 首先我们把鸡蛋放进来 放进来 对 放进来 然后是 牛奶 牛奶 对 牛奶放进来 看啊 这个 砂糖 对 放进来 对 这时候我要搅一搅 先把它搅开了 对 搅一搅 接下来 我们看有三种粉 怎么来放什么顺序 首先要放的是 这是一个淀粉 淀粉放一下 淀粉呢 我刚才没有介绍 淀粉其实很不妙 这个粉放到这个产品里边呢 很 很脆 能够让这面糊呢 哦 淀粉是增加炸汁出来了 这个脆的口感 确实是这样 确实 它有一个面糊了 有一个面糊 初步的面糊 初步的面糊 已经有了啊 还有两种粉 可以看啊 你把吉士粉 先是生吉士粉 混合在一起 还有这个 泡打粉 放在一起 这个粉呢 我们先搅一搅 在里面先融合一下 尤其是泡打粉呢 我们要把它调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一下放进来 一下放进来 这时候搅拌呢 注意啊 注意 轻轻的 不要动作太猛 轻轻的 在中央啊 在中央轻轻的脚 为什么这个时候不能太猛 太猛容易有颗粒 形成疙瘩 形成死疙瘩 倒是泄不开了 轻轻的脚 好 这就好了 这就好了 哦 真的是这样啊 真的是这样 你看没有颗粒 是 接下来 我们砂糖啊 这个砂糖呢 和这个玉桂粉 我们调一个玉桂糖 哦 玉桂糖 对 这种炸的水果呢 配上玉桂糖 比较正宗 但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就是香蕉 对 不是调好了 水果不要太大 香蕉为什么大家都喜欢 去炸呢 因为它很容易炸软 它遇到热以后呢 它就变得很甜 嗯 啊 好 香蕉 香蕉 对 这个香蕉不要提线包 线包 对 氧化是吗 对 是这样 防氧化 对 这样 我们把它切开 不要太大 哦 从中间 劈开 不要太大 就半个就可以 然后切成 切成四段 是的 小块一点 小块一点 就可以了 油温怎么样了 你再看一下 听听声音啊 哎呦 可以了 这也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切好的 把生蕉放进来 都搁进去 蘸蘸我们的糊 先少炸一点 看一下 哎呦 这个糊 这个糊 非常棒 浓糊 对 把这个叉子给我 看这个叉子 做巧克力的 这个叉子 还是 比较好一些 哦 这个有点像 做巧克力了 哦 翻炸到表皮 看起来是什么颜色 就算可以了 曹老师 嗯 金黄色就可以了 金黄色就可以了 嗯 这个就 哦 这个圆古骨的 可以了 一定要炸脆 炸熟 这样直接放到糖里 趁热是吗 趁热 好 这样 这个非常好了 算一份了 这就是大功告成了 哦 咱们 谢谢观看